大家好,昨晚我就以為會發生一些事 令到我們知道巴塞將會迎來一個時代的終結 還是時代的開始 最近這幾個小時是有點微目 但還沒有什麼突發性的消息 所以我姑且再等多一會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利物浦先 不過講利物浦轉會之前 我都知道大家有機會不習慣 所以我特地提醒一下大家 剛剛看完歐聯決賽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又要馬上看英格蘭社區盾 以往都要等兩個多月 看國際冠軍杯,甚至乎歐國聯 經歷了很多轉會消息才會到英格蘭社區盾 所以大家記住,這次很快又來 星期六晚11點半 阿仕奴對利物浦 由於英格蘭社區盾的重要性不是很高 所以就留一些專屬直播的quota 下去9月,專注說回英超 不過我都會借一借這條片的時間 講一點預測 利物浦比較多雙兵 張伯倫肯定不行 馬迪浦50-50,牽達神50-50,阿洛50-50 英格蘭社區盾照計就不會太薄 所以他們很大機會不出 中堅方面的選擇只有高美斯和雲迪克 你說這一隊都是正選 但是雲迪克只是75%而已 都是有些傷的 硬出的話狀態一半 右後衛的位置很可能要用年輕人威廉士 利物浦後防線都挺不穩 相反,阿仕奴是有足夠中堅可以用的 包括新加盟的沙拉巴 我相信要等到加比爾真的加盟 雅迪達才夠膽不再用三中堅結構 所以這次對著利物浦我都估計繼續用三中堅 沙拉巴、賀定就是兩個兩邊的位置夾著保護大衛雷斯 防守能力照計是過得去的 所以阿仕奴後防線可能更好過利物浦少少 至於中場和前場應該都是利物浦好些 但是似乎阿仕奴的狀態就好過利物浦 利物浦一早就拿了英超冠軍 那一陣子的英超賽事半例行公事 但阿仕奴剛剛打完足總盃決賽 而且停的時間就不是停了很久 阿仕奴三中堅結構如果狀態好些 是可以壓迫到利物浦 利物浦這次都頗難應付阿仕奴 就不會再像以往這樣 那麼容易可以搞得到阿仕奴 所以這次我是會比較看好阿仕奴少少的 如果利物浦這場賽事失利 那又會不會是可以刺激利物浦董事局 收購新球員的意欲 主要競爭對手曼城和車路士 經以馬不停提不停出手 利物浦這個暑假轉匯槍真的被比下去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利物浦球迷都知道 球隊的正選和後備實力差距不小 所以利物浦每一季都只能專注單一的戰線 例如前一季 專注歐聯上季、專注英超 雖然憑著利物浦球員的專業和熱血 專注哪個冠軍都拿到哪個冠軍 亦都成功收獲英超冠軍 完成歷史性的任務 但是去到下一季 作為歐聯的冠軍、英超的冠軍 是不是要想一想 再不是專注單一戰線 而是嘗試將每條戰線的成績 都提升從而再增加收入呢 就算不是這樣想 而是繼續專注一條戰線 拿最好的成績 其實本來都是一個好的目標 但是當主要競爭對手不停提升陣容的時候 利物浦並沒有怎樣參與軍備競賽 就很有可能所有戰線都被人超前了 所以理論上利物浦是要努力一點 去加強後備陣容的實力 尤其是後防線 路夫雲離開之後 就只有雲迪克、馬迪浦、高美斯三個正式的中堅 而且上一季一直都沒有正式的左後衛後備 高普一直都知道羅伯神不可以繼續每一季踢足50場賽事 收購後備的左後衛刻不容緩 所以利物浦今季暫時唯一一個收購就是左後衛 來自奧林比亞高斯的森美卡斯 只需要1170萬英鎊 其實看完他的實力之後再看回價錢 都真的會發現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收購 傳賴於利物浦出色的球探網絡 發掘完這個羅伯神之後再表演多一次 這次就輪到發掘到希臘的羅伯神 我這樣說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看看深美拉斯的片 你就會發現好像以為自己看著羅伯神比賽 風格基本上一模一樣 個人特點也是極度相似 速度快、突破力強、有技術、左腳的傳中球漂亮 單對單的防守不錯 個人能力、整體意識都是比另一個選擇 來自諾域志的左後位李維士為好 本來利物浦都有嘗試談談李維士 但是諾域志堅持要2000萬英鎊 李維士貴過森美卡斯的原因 很可能只不過是李維士踢過英超 以及可以打三中堅結構當中的偏左中堅位 但是利物浦一直都是打兩個中堅結構 根本沒什麼需要 要買三中堅結構當中可以打中堅的球員 而利物浦只需要在一個正式的左後位 而且發現李維士傳送的選擇 根本沒森美卡斯那麼好 所以利物浦當然會選擇更便宜的森美卡斯 上季季初我們看歐聯分組賽的時候 奧林比亞高斯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而左手邊經常衝上來穿穿插插那個 就是森美卡斯 今季歐洲賽當中24歲的他 單對單對著英超對手表現都算合格 曾經對過熱刺的盧卡斯摩拉 以及阿仙奧的恩比比 都看到速度和對抗性 一點都不輸蝕 如果單計歐聯分組賽的數據 森美卡斯的平均關鍵傳送次數 平均傳中次數 平均預期助攻次數 和平均個人突破次數 這四項數據都比羅伯神還好 不過不要以為利物浦來到今季才發現他 其實他只是今季才坐在奧林比亞高斯的正選位置 之前他是被租借出去 但是當他效力威廉二世的時候 利物浦已經派了專人現場去觀察他 足以證實利物浦球探網絡之強大 抵他們經常找到這麼有潛質的球員 我相信森美卡斯一定可以提升到利物浦後備左閘這個位置的實力 不過當然他還是有些缺點 雖然單對單防守以及攔截能力都不錯 不過他始終都是一個攻強守弱的後衛 原因就是位置感真的差一點 看球不追人只是掛著看球不看人的情況是不少的 這個是集中力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都會見到他忘記了回放 對著霸仁慕尼爾的賽事當中是見過的 整體來說他可能會提供到類似羅伯神的進攻火力 但沒有羅伯神那麼攻守平均 那就繼續努力吧 而且利物浦的董事局其實都應該要再努力點去買後備球員 如果不買後備中堅的話 中堅的第四選擇很可能就會落在雲丹碧克這個 未曾證明過自己的年輕球員身上 後備進攻點又會是怎樣的呢 雖然今季應該會把哈里威爾遜收歸幾用 叫他用來打在右邊的後備進攻點 但是後備的前鋒又怎樣的呢 奧列治已經證實了不懂得做支點打中路 他要打左邊 而年輕球員的貝斯達雖然有前途 但是是不是已經準備好呢 將伯倫變成右邊進攻點後備 可以的 但是還有沒有第二個速度型的後備進攻點先 答案就是如果奧列治打中路就沒有了 南野托實不算是速度型的進攻點 沙基其實也不是的 哈里威爾遜也不是的 所以你會發現利物浦後備值真的 沒錯是夠人數的 數人頭是夠人的 但是就不夠多元化 而且實力是不夠的 真的需要找個可靠的後備支點中鋒 或者找一個可靠的後備速度型六頁進攻點 但是昨天高普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已經很滿意球隊現在的陣容 其他的轉會要等一等 最近的消息都是傳伯仁慕尼克的中場球員 泰高·艾簡特雅 雖然他歐聯決賽的表現非常出色 但是其實利物浦的中場反而是實力最雄厚的部分 即使不計張伯倫 還有隊長軒達神、法斌諾威納道姆 這三個正選球員 以及創造型的球員基達 多功能大師占士米蘭 以及經已證明了自己的中師 真是沒有需要這麼急於買中場 反而是要買後備的中堅 和後備的進攻點才是 8月4日曾經都傳過收購屈福特的山亞 這個球員的類型是利物浦所缺乏 而且打後備是卓卓有餘 大概都是3000萬英鎊 但是8月4日之後再沒有他的消息 所以最近我都聽到有不少利物浦球迷表示不滿意 上個月才有個兄弟非常緊張 希望我在這條片裡幫他問出幾個問題 就是為何貴為前季歐聯冠軍 上季英超冠軍 有獎金 有轉播費收益 球會的價值提升了不少 為何連3000萬英鎊的球員都買不起 世界大使是否真的影響得這麼大 我立即幫這位兄弟出了一些資料 發現泰吳士報曾經報導過 就是利物浦可能會獲得1.75億英鎊的獎金和轉播費收入 這個是頂級聯賽球會收入的最高紀錄 超過了萬聯和萬成18-19年球季所獲得的1.5億英鎊紀錄 所以似乎世界大使暫時未影響到利物浦這一屆的收益 而且路夫雲的轉會是幫他們賺回1,090萬英鎊 卡列奧斯那樹也收回600萬英鎊 加上拉蘭娜的離開 一共釋放了大概20萬磅的周身空間 而且上一季的轉會槍 利物浦一共賺了3,800萬英鎊 理論上利物浦就不缺現金 但是現在利物浦採取的轉會操作策略 似乎看起來是防守型的 就是說要先賣人再買人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跟不夠錢無關 可能是跟別的原因大一點關係 最表面的可能性就是下一季未知何時可以給球迷入場看球 入場券的收益成為移民 而且經濟下環 未來的贊助費可能會下降 所以利物浦就要看定些才穩陣些 而且利物浦一向買人都比較謹慎 而且要談到一個好的價錢才肯下降 例如2018年的艾利神 起初羅馬要9,000萬英鎊 利物浦怎樣都要談到6,500萬英鎊 不過以上這些我都不認為是主要的原因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以下幾個 首先就是冠軍球隊通常都不會再大手買人 冠軍的陣容就是強的 你再買更強的球員進來 反而可能會打亂整體的結構 冠軍球隊通常都是買後備的球員 但是買年輕的後備球員一向都是有點困難 以利物浦其中一個心儀的目標為例 他就是上季以租借身份效力列斯聯表現得不錯 協助球隊升上英超的賓偉智 今季他會回來白禮頓打英超 雖然他的實力不是非常強 但來利物浦打後備卓卓有餘 高普對他都是讚賞有加 而且只需要2,000萬英鎊 利物浦真的不會說不夠錢 但你試一下站在這個球員的角度去看 這個賓偉智只有22歲 他絕對需要上陣時間和吸收經驗 就算利物浦買了他都好 可能都要學阿仙奴或者車路士 這樣就是再借那個年輕人出去 這樣都是無補於事 不會補到後備位 而且奔偉智自己都會想 如果我今季去利物浦 我份人工一定不會很高 但起碼要簽4至5年的合約 那就屈住了 要等續約才可以加薪 反而如果我今季是踢8禮盾 踢1季先 給我打起了上來 出了位 這樣就可以用高額轉匯的方法來利物浦 這樣便可以立即拿到高很多人工 而且可以談判一件事 就是打正選 所以就是說如果給你是奔偉智 你都會懂得選擇先打一打 今季不要去利物浦 給多一季時間自己 如果打起了就不同說法 再給大家一個例子 其實上一季 利物浦本來想收購當時效力 布里斯托城的基利 這個是年輕的後防球員 這個是集委球員 但是他的處境跟剛剛所說的奔偉智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打算去英超中型班打一季正選 先打一打一打 希望升價十倍才去大球會 所以當時他就是拒絕了利物浦的邀請 反而接受了加盟是搬利茅夫 也就是說利物浦比較難吸引到一些 就是打英超的年輕人 是屬於冠軍球隊 找年輕後備球員的一種煩惱來的 即是除非你找到一些 好像森美卡斯這些 根本沒有機會打英超的年輕人 這樣就肯定會吸引到他加盟 但是這樣做基本上大海撈針 即是你幾年才找到一個夠實力的 好像這個森美卡斯這樣的球員 這樣搞都是搞不及的 所以就會搞到利物浦這次困難重重 可能你會說 不如好像車路士那樣 找泰亞高斯華或者曼聯 找恩卡路這些年紀大的球員回來 打後備而已 OK的 而且他們有勢力的 一打開電腦便找到 沒錯,找年紀大的球員 打後備是很容易 但是我們也發現 其實利物浦是開始步入球員 年紀老化的階段 三叉擊是一起步入28歲 如果你再找個後備進攻點 是30多歲的話 你再過一兩年 就很可能會搞到整個陣容的年紀 比較大一些 所以現在利物浦就是卡住在中間 不拖不水 找年輕球員 而且有實力的後備 是很難的 你找年紀大的那班 又會拖累自己的整體年紀 非常尷尬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唯有搏一搏 用自己訓練出來的青年軍球員 反而是一個更加舒服的選項 所以我相信這就是今季利物浦董事局 透過了這種博弈思考 深思熟慮之後 所得出來的方向 我相信高普也是同意的 所以今季我相信 貝斯特的前鋒球員 哈里威爾遜 雲丹碧克 終於是會得到他們的上陣機會 但的確利物浦今季的風險就是高了 如果這班年輕人打不起 擔當不起後備的責任 搞到高普又不敢多些輪換 繼續用死三叉擊 三叉擊太辛苦長期受傷 那就出事了 但可惜大家剛剛聽完我的解釋之後 又會明白今季利物浦確是有難言之隱 卡在中間不拖不水 唯有出此下策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看到 有些球隊去到高峰的時候 是會落下來的 通常都是這些原因 除非利物浦那班清份產品 突然之間出現黃金一代 可以立刻接班 但是現在這樣看 雖然這班利物浦的清份產品 是有合作性 但是個人能力級數 都是不高的 最強的那個 我已經是中私了 但是他都不夠車路士的基莫亞 這麼有天分 所以我都是比較擔心 利物浦下一季的情況 相信利物浦都是只能夠專注一條戰線 其他的賽事 我們都不能夠基於厚望 或者是需要經歷一下下一季的回落 才可以逼到董事局 拿回一些錢出來重新出發 這裏輪到大家出發 按廣告 彈廣告 彈廣告的視窗出來 播出有聲 廣告片 不要喵 這樣才可以幫助 小弟有收入價 多謝你先 記得要訂閱 按鈴鐺 不要裝檔廣告的程式 無論Youtube和Patreon 都可以加入做會員 如果你沒有credit card 可以裝Tech&Go這個程式 進入手機那裡 去便利店增值 可以當credit card用就可以了 這一個就是Patreon 有不同的會員制度 包括片尾彩蛋 微觀星話同步 這個專屬直播 這次的片尾彩蛋 當然會講社區盾的波膽心水 另外Patreon 學生優惠 大家也可以留意 多謝你先 我們遲些再見 或者明天再見 看看明天巴賽有沒有最新消息 拜拜